主席 主委 那我 現在來跟你討論一個 這個 曾經也做過大法官解釋 就是四字六二四號解釋 有提到這個冤譽 就是說軍事審判的冤譽不賠償 那最後這個大法官解釋 做出的解釋當然就是認為說 這個有違平等原則 因為 我們合作的事情 不是說 今天是司法審判 他就是冤譽 那軍法審判 他就不是冤譽嗎 所以 我們的基本的概念應該就是說 只要他是受冤枉的 他是一個不法的判決 那將來他受到平反之後 他應該 就應該受到國家的補償或是賠償 主委應該可以同意這個概念 而且這個也是 這個大法官四字六二四號解釋 所揭示的這個要旨 那我現在跟主委討論就是說 這個撤銷不法有罪判決 那目前這個根據 這個處長會所提供的資料 總共是撤銷了有五千八百三十七件 沒錯 那我去看這一個決定書 做得事實上是非常好 那這個部分真的要給予肯定 而且非常的詳細 因為我在接觸很多司法判決的時候 恐怕他都沒有像處長會的決定書 做得這麼的詳細 那我要提到就是說 其中 根據你們資料 有五千八百一十九件 他是之前 因為二八這個處理補償 賠償條例或是戒嚴實期不當 這個判亂計匪諜 什麼審判補償條例 已經補過了嘛 然後 但是有十八件 事實上是由處長會他認定 就是說 這個雖然沒有補償 但是 他應該要把它撤銷 這樣對嗎 那 現在問題來了 本來事實上 我國的這個刑事補償法 本來叫願意賠償法 他概念應該是說 如果這個判決 有罪判決 被撤銷 然後 人已經頻繁了 然後他才有這個 願意補償的問題 賠償的問題 那 但是 過去的狀況就是說 他先把它補償了 那現在處長會再來把它撤銷 那 我要問的就是說 那這十八件 就是 不知道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然後他 當時沒有受到補償 那現在處長會把它撤銷嗎 那接下來這十八件 甚至裡面有 我查的資料裡面至少有三件是死刑 而且 執行了 那這十八件 處長會將來是不是會 用這個補償的方式 齁 給予他的損害的填補 是 不只是這十八件 對 另外還有沒有公告的七件 以及未來會持續的 是 那以及其他關於行政部法這些等等 就是 關於補賠償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有找過機關 相關機關來做一些研商 都認為說現在相關的法 對 它的這個適用性不足 對 所以我們認為是應該要 立法或修法的這個程序 以立法或修法的方式 但是 主委是支持就是說 像這樣的案件 你看這二十幾歲 就死掉了 要要要 對 那如果說這樣沒人背 這絕對講不過去嘛 是 然後 第二個部分就是你提到的 齁 根據這個 你們的說法就是說 還有齁 三圈余銘嘛 清查檔案發現說 齁 他沒有申請過這個補償或賠償 齁 那這個是被判決的 曾經被判決過嗎 齁 那這一些 三千多名裡面 有多少已經撤銷 他的不法有罪判決的 呃 這個部分 你要有意思嗎 我知道 這個部分我們有 呃好像還沒有經過比對 這是資料庫裡面的 對 對 這資料庫裡面的 我們會進 我們會來進行比對 對 因為資料庫我們二月公告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還沒有進行比對 因為過去五千多件 那個是用補償的方式 所以那個很清楚 可以很快速的做嘛 是 所以這應該這三千多名也 雖然他沒有申請過補賠償 是 但是他也受到這樣的判決 所以應該也要進 繼續去進行齁 齁 讓他是不是可以 這個部罰有罪判決撤銷嘛 是 對不對齁 那第二個 就是說齁齁 這三千多名啦齁 他沒有申請過補賠償 齁齁 那是不是有許多啦齁 齁 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有許多申請過 但是當時把他拒絕的齁 齁 這樣的案件 應該是有很多嘛 呃 我們拿到的補償基金會的案件 當時申請 然後被拒絕的是九十 九十幾件 九十幾件 對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庫是 匯整了補償基金會 跟檔案局的资料 所以它事实上是大于 补偿基金会原来给我们 所以大概有90个人 可能是有申请过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把它拒绝 那我现在要问的是说 但是这90多件也有可能 后来这个处长会 做出一个决定书像这样 因为像这个初试制 第7号第8号第9号 都是他没有补偿过 然后处长会做一个决定 就是认为说 他的这个有罪的判决 死刑判决应该要撤销 那我意思是说 这90几件被这个当时的补偿 驳回的 应该以后也有可能 处长会会把他 不法的这个判决撤销吗 应该也有这个可能性吗 那我要问的就是说 那假使啦 在这样的案件里面 他被补偿的这个机关 驳回对不对 那处长会以后 把他这个不法 有罪判决撤销 那他就变成无罪了嘛 那他可不可以再去申请补偿 如果依需促长会 不管是依职权 或者依申请来调查 而形成了这个 就是认为他应该 平复司法不法的话 就是跟那18位的意义是一样 应该是一样嘛 所以他应该 也要能够申请补偿嘛 那最后一个部分 我跟主委讨论一下 就是说 事实上刑事补偿法里面 他其实就有规定说 依再审非常上诉 重新审理程序 裁判 无罪 等等之类的 那他可以适用到刑事补偿法 那我认为说 你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程序嘛 甚至我刚刚讲了 你的决定书恐怕 详细的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刑事判决啦 那拿着这一个 我本来被判死刑嘛 后来我被执行了 然后我的家属看到这一个决定书了 那已经定验了 理论上啦 我觉得他就适用刑事补偿法的规定啦 他如果没有适用刑事补偿法 这个人这样太完蛋了嘛 就是说 那我的生命 那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看 当时那个公布的这个决定的人 竟然是蒋中正 他完全没有受过任何的法学教育 他也完全没有法官的这样的职务 结果他可以定一个人的生死 那今天他已经 这个失去生命 然后受到这个促转会的平反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完全是符合大法官624号解释 跟刑事补偿法的要求了 就是说 我一开始跟主委请教就是说 一个人 是不是 不管他是受军事审判 还是司法的审判 如果他被冤判 那他都应该要 可以向国家申请补偿或赔偿的权利嘛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 最起码的要求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研议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你看这18个人 那完全没有补偿过的 应该能够尽数的 能够给他有一个补偿 填补他的损害 那第二个针对这3000多人 没有申请补偿的 那假使能够撤销有罪判决的话 应该是也要能够让他有补偿的机会 那在这个刑事补偿法里面 大法官624号解释之后 刑事补偿法里面 不好意思 时间过得蛮久的 30秒 就这部分希望能够 就这部分能够去研议说 是不是他就适用刑事补偿法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过程要件基本上是 通通都已经具备了 好我们来研议 谢谢 谢谢邱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郑天才